嗨,大家好,我是一科書的儀式 今天我來到基隆 我原本想說第一次來到基隆苗口夜市 但是因為他到晚寄了 麥克風還有關腳鏡子 還吃到了兩個小時 所以我隔天就是今天來到基隆夜市 然後他又遲到了一個小時 到底怎麼樣啊你? 氣死我了 我沒有話講 反正今天要拍的企劃是 當地人才知道的十家美食在基隆 我就是來過基隆 但是我這邊真的不熟 所以我要自信打給朋友 然後他是以前跟我一起拍過的影片 所以我問看看基隆的十家美食 有沒有這樣子好 王王好久不見 久不見 幫我準備好了嗎 基隆十家美食名單 當然有那個嘛 陰陽三明治 這個的話 我覺得還好耶 基隆人不太會去吃 我有推薦一家更好吃的三明治 要傳給你 好好好 那先給你的順序喔 那我現在要傳給你 謝謝謝謝 掰掰 掰掰 你看 去哪一邊 不要一邊 換一邊 麻煩 快 這裏 快 這裏 那裏 這裏 很難找到耶 走吧 好 好 到了第一家 這邊真的當地人才知道的地方 而且這邊是到起點 但是現在六點半多 那還在這麼多人團隊 然後我們剛剛點了一個排骨飯 好 那我們先等他們吧 海骨到了排骨飯 這樣子80塊便宜嗎 這滿便宜的吧 吃吧 吃吧 我來吃看看 這看起來滿好吃耶 有半熟的蛋糕 來吃看看 肉滿甜的 然後外皮現在很酥脆 很好吃 然後這邊滿滿的菜 我在賣 肉滿甜的耶 很好吃喔 好吃 這個蛋糕排骨真的很配耶 這個盆下飯的耶 滿好吃的 要不要吃看看 一定要吃啊 是 好好吃喔 對啊 很好吃 因為它的蛋淋在排骨上面 不會那麼油膩 然後我覺得反倒有點清爽 味道很棒 你看喔 排骨飯有這麼好吃嗎 沒想到耶 真的 嚇到了 太好吃了 雖然這邊是不是在夜市裡面 但是很近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看看喔 那我們下一家要去哪裡 下一家 你會不會口渴 我很口渴 名單上面有一家珍珠奶茶 有一家叫做 下媽媽媽的珍珠奶 去吧 好 走啦 走啦 中原廣 好 耶 這是奶茶 剛剛我問那個店員說 這邊為什麼 這我們有名 然後他說 這邊比較久 然後我為了他開多久呢 然後他說30點 30點 真的蠻久的耶 而且他很有自信喔 他說為什麼有名 你喝一口就知道了 哈哈 好帥喔 喝一口 喝不下去 你在喝什麼 我在喝空氣耶 剛剛喔 全汁大到西不汁來耶 喝一口 這個奶茶真的很好喝耶 但我覺得特別的地方是 覺得有一點奶味比較重 我很喜歡這個口味 當然真是 然後又 一點點軟的那種感覺 特別的口感 好好喝耶 那我們一邊走一邊喝嘛 走 走 三家蝦蓮根跟指甲 吃看看 好吃喔 有一點點 脆脆的感覺 先喝喝看 好吃耶 味噌湯的感覺 我覺得還是一定要加一下醋跟植椒吧 這樣子嗎 然後這樣啊 這樣比較好吃喔 應該會比較好吃 吃一下 好喔 沒有 更好吃了… 更好吃了 沙兩 好Q喔 咬一個就知道很新鮮 超好吃的 我再來吃這個 乳腳 真的嗎 番茄醬嗎 你問我嗎 應該不是吧 鹽辣醬 好吃嗎 不會是 很… 很貝耶 很Q的 不油膩的 超好吃喔 玩玩他說營養三明治是普通 但是我第一次來這邊一定要吃嘛 那我們也要排隊 還第四家傳說中的營養三明治 我在這邊吃吃 最期待的是這個 吃看看 很好吃喔 這個麵包超級沙克沙克 然後裡面滿滿的美乃滋 我超級愛美乃滋 然後這個料一個一個真的很大 口感也滿紮實的 超好吃耶 大家看你要不要吃 我真的很飽耶 我們又吃多少了 我也吃很多耶 一樣耶 好啦 我吃啦 很好吃耶 交給你了… 好… 他都沒…沒在開耶 真的嗎 這是今天重點耶 是這裡喔 真的耶 7到1點耶 這邊滿可愛的 完蛋了 怎麼辦 好 我要打給娃娃 看看有沒有果汁店 因為你料也快沒了 好 問你看看 娃娃 你推薦的三明治店 美咖葉新店 有沒有那個… 推薦的果汁店 好好好 OK… 他說鮮果汁大碗 好像是在你那邊 我們走那邊 去買飲料 剛剛那個三明治店 那是當地人推薦的店 叫做四字酒湯烤三明治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看看 那我們休息一下吧 我最愛的水果汁 好喝 我們第六家 阿華咖哩麵 這個很香耶 好吃 這邊阿華咖哩麵 也滿有名的 莎莎在那個 晚日上也看到很多影片 好 來吃看看 開動了 美味 這個很好吃耶 很多種的辣椒感覺 10點以下 我剛剛一吃是有一點飽 但是只是開胃了 太好吃了吧 還是全部交給你吃了 不行… 我要給你吃看看 我想聽看看你的感想 現在是9點 然後還這麼多客人 然後外帶的人不斷的來 真的很厲害喔 但滿好吃的 又辣又爽 我們看看 我真的好飽 為什麼你要逼我吃 當然啦 要吃完十家美食 其實還好 是嗎 它的咖哩是那個台式咖哩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 辛料給我感覺有點像 印度的那種 辛料的感覺 個人就不是很喜歡 這種味道 滿喜歡這種辣耶 全部給你吃… 你找個藉口 好啦 我來吃… 有可能我太飽了 所以才沒有那麼問題 原來如此 好吧… 好吧… 我跟娃娃說好了 好 那等一下要吃泡泡冰 往那邊 不是往夜市那邊走嗎 不是耶 好像… 往那邊就對啊 所以我們要去的是這種 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店 對 沒錯 跟著我就對了 期待… 對 期待娃娃推薦 我們煎的是白香果 吃看看 這樣吃 會不會我們有點像情侶人 真的像你講喝氣面 吃 其實是爽的味道 不錯耶 很好吃耶 好吃耶 很好吃喔 要看那個印度 奇怪 奇怪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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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白香果 真的很濃的感覺 吃很飽的時候來吃這個 真的可以… 可以… 這邊好像是綠麒芽 還有三個 在這種天氣 有冰汁 有冷氣吹 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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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東泡泡 真的推薦 好吃完了 這邊其實看起來是滿小的 但是這次分量滿多的 而且價格是50塊而已 欸 這邊有寫1955年開始吧 聽說 在那個 基隆沙山那邊就開始 然後20年前 搬過來這邊 所以真的有67年了 真的很厲害耶 不怪是彎彎介紹的 很厲害 可是上一間也是彎彎介紹的啊 對啊 所以我說好吃啊 只有你說不好吃耶 你喜歡就好了 對 好 從下一個地方是 那個什麼 丁邊說 是吧 你問我嗎 我怎麼會知道 走 走 好 到了 丁邊說 我跟大家先講一下 超好笑的 不要講嘛 伊素在問店員說 裡面這個白白的是什麼 然後店員就跟他說 這是丁邊說 他講了好幾次 然後伊素還站在那邊 一直問這到底是什麼 我以為是比麵做完 超好笑 我一直在那邊 商業的 好啦 要吃啦 這邊很厲害 百年老店耶 這是廟的旁邊很有名 來吃看看 很好吃 好吃耶 這個口感真的很特別耶 有一點像混沌 但是更Q 但是很容易斷掉 很洋生的味道的感覺 趕快的時候喝的話 真的感覺對現地很好 那種感覺 超好喝的 但是對我來說 有一點火味比較淡嘛 可能要加那個刺喔 還有胡椒 比較好吃吧 好喝好喝 好喝 這樣子它會比較好喝耶 好吃 不錯 吃看看 肉 我覺得很好吃 可是我在想 我要說什麼 它給我的感覺就是 有點像那種腸粉 然後但是又比它有嚼勁 大概是這樣子 我覺得滿好吃的 這個不錯 你看看喔 這麼大耶 很大喔 你看 大 大驚小怪吧你 很像混蛋 混蛋 你在罵我嗎 你在搞什麼啦 然後我們來到了第九家梅香劑滷味 它這邊真的很貼心耶 有50塊還有100塊的套餐 因為有時候想吃小夜的時候 有這樣的套餐的話 我覺得滿方便的 那我來吃看看 吃吧 重口味的耶 好好吃喔 這個酸的味道還有辣椒的味道 我覺得有一點強 我剛剛點的是麵化成菜 我覺得這個樣子 50塊滿便宜的 而且我也是吃滿多的耶 可是這個 可能平常吃的乳味 有一點不一樣 加了一些沙澡嗎 喜歡沙澡的人 你真的可以吃 然後喜歡重口味的人 也可以吃這個 真的很下重 很好吃 好 終於到了我們的 第四家最後 然後我們來到了山中的豆花 然後裡面的那個店是已經關掉 所以只能做外面 然後我剛剛問這邊特色是什麼 然後他說這個苗口也是 裡面唯一的可以做下來的冰的店 但是我們在外面吃 然後我們剛剛點的是招牌豆花 裡面有包心分圓 然後玉 然後還有豆花這個樣子 好 我們來吃看看 還有一個 好吃 豆花蠻甜的耶 很好吃耶 我第一次吃這個包心 好像是裡面有過豆 也蠻好吃 外面是很Q 然後裡面咬下去就有 一點點甜的味道 我覺得跟豆花蠻配的耶 然後這邊料也蠻多的 我覺得蠻讚的 最後一顆 終於結束了 吃完了 今天的企劃變成大胃王企劃 好 結束了 你看 真的好飽喔 吃超多的就是雞肉 超好吃的 然後硬要選三個的話 泡泡冰 還有三明治 還有排骨飯 我的喜歡的三個是這樣 那卡納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我蠻喜歡那個的耶 蝦仁跟豬腳飯 蠻好吃 兩個都好吃都好吃 其實我們今天吃的都很好吃 真的 沒錯 除了那個炒麵 只有你 我其實蠻喜歡那個咖哩耶 那種咖哩的咖哩飯也蠻好吃 蠻喜歡的口味 然後現在是晚上11點 然後已經很晚了 所以我明天再打給娃娃 說謝謝 好樂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大家幫我按讚 然後今年要達成10萬訂閱 所以大家多多訂閱 然後要留言喔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先吧 掰掰 掰掰